疫情趋緩之後,隨著國門的開放 花蓮2000多家的旅宿業者準備好迎接旅客 而花蓮縣觀光處也推出了特色旅社的認證計畫 鼓勵旅宿業者提升居住環境和精進軟硬體的設施 花蓮地區有近60家的業者授予了證書 符合國際的標杆 期盼能夠吸引國內外的遊客來到花蓮遊玩 為時花蓮旅宿業者在解封後順利與國際接軌 花蓮縣服疫情期間持續辦理111年國際認證 繼今年7月份超過百家業者通過FTH友善運動賽事旅宿認證 及KLS清善LongStay旅宿認證 下半年花蓮多家業者申請通過ISQM國際服務品質認證 與ISF1高齡清善環境認證 因為這個標杖是對政治人命 所以今天所有獲得認證的單位 或者是旅宿業者 你們是史字名規則 絕對不是外面一般 恭喜也會 然而觀光產業就必須得到國際的認證 而因為花蓮是一個國際旅遊的城市 我們更希望透過在對國際認證的平台上 得到我們現在已經國際解封 那這個在世界旅遊的平台上可以 第一個就看到我們得到認證的我們所有的觀光販店旅館無數被鎖定被看到 而且再不壞還沒有到台灣 開經檔它的這個十一有構型通通通都安排妥當 然後很開心的來到花蓮享受賣景品花蓮的旅遊 國際認證機構董事長王孝慈表示 認證評分項目不僅依循國際平和標準 並採神秘客服務調查制度與現場資料查核 雙重審查檢視業者的服務與設備 旅遊業者表示 取得認證不但有官方保證 對訂房也有很大幫助 觀光處表示 縣服團隊會盡全力協助有國際認證的業者 期盼吸引國內外更多旅客到花蓮玩 將精品花蓮推向國際 記者長幫眼黃靈師報導